所以我也要大胆预言 我认为这次还是会填席完毕 只是时间到底是几天 我们要拭目以待 大家好 我是燕丽 欢迎收看小燕有约 外资要放假了 不过我们看到的现阶段的资金 是触涌到所谓的同板股 到底有哪些族群有涨价的题材 同时是内资买不提 股价还有想象空间 今天节目里头都会帮大家做完整的分析 好 我们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 各个产业到底谁涨价涨得最多 事实上这一波 有所谓的补库存的需求 以及这个包括5G 包括这个自驾车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看到 各个产业几乎都有上涨的情况 那首先是半导体 半导体几乎是全面上扬 只是涨多涨少的差别 包括晶圆代工 包括细晶圆 包括IC设计 封测记忆体等等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涨价的一个情况 几乎是上中下游全部都涨 特别是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 晶圆代工的产业 12寸的部分 本来往年都会折价 也就是便宜大概是3到5% 那今年因为产能非常非常的吃紧 所以传出来 明年第一季 针对12寸的晶圆的部分 不再打折了 那这个就是变相涨价的情况 8寸的部分也传出来 极有可能要来调涨价格 那其他各个次产业都有涨价的呼声 最主要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虽然疫情改变了大家的生活 那疫情呢 看起来也要比较获得控制 但是呢 很多的远端作业的需求还是在的 同时最主要还是因为 5G跟汽车电子的商机是大幅成长 所以呢 特别是针对汽车电子这一块呢 真的是超乎预期大家的需求 所以呢半导体的部分呢 掌声响起 那再来我们看第二个产业是 面板跟偏观板 那主要还是因为供需失衡 那大家可以想象吗 那疫情期间很多人就觉得不能出去玩 我就换一台大电视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呢 再加上呢 韩国的厂商是退出这一块市场 所以呢 直到今天的早盘面板股 都是表现非常强劲的状况 可是呢 因为连续调涨价格 已经是长达半年了 预估明年第一季 还会再涨 但是涨幅会比较缩小的状况 再来是航运股 真的是跌破大家的眼镜 怎么说呢 本来呢 已经这个价格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吃紧了 可是没有想到呢 最新的情况是 过去呢 是半个月调涨价格一次 现在变成周周涨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今天最新的状况是 航运股持续呢 表现还不错 也就是在我们录影的当下 钢铁 钢铁最特别的 因为钢铁是工业之母 包括汽车 家电 房市等等表现强劲 所以呢最新的一些报价 特别是明年1月份的 钢铁的盘价也都上涨了 所以呢各个产业呢 几乎都是上涨调价的情况 但是呢 到底哪些相关的个股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 可以来做一些布局 首先我们先来看呢 它不算是同板股 可是呢 因为很多小资组满 最新的统计是 拥有10张以下的台积电的 小额的投资人 居然已经来到55万人次了 所以还是帮大家解析一下台积电的最新的状况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四台积电就要来除息了 这次是配2.5块钱 有些人觉得好 有些人觉得很普通 不过呢 大家期待的还是它股价上扬 那事实上过去10年台积电呢 几乎每一年都可以完全填息完毕 那甚至呢过去这两三年 几乎都呈现所谓的秒填息 也就是一两天之内呢 完全填息 所以真的是表现非常非常的亮丽 那只有呢 在2015年这一次呢 它的填息的时间是比较长 是长达154天 不过也是一年之内就填息完毕啊 所以我们对护国神山 要有这么严苛的要求吗 但是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啦 因为最近呢 外资对于台积电呢 算是多空两方面都有 以比较空方的态势来说好了 像李洋证券他就说呢 Apple要砍单哦 所以呢台积电呢先阶段呢 大家可以做一个解码 可是其他外资都说啊 无所谓啊 因为呢就算Apple真的砍单的话 其他的厂商也会递补 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从12月份以来 其实呢 外资确实是有在解码 可是呢投信一路买 所以我也要大胆预言 我认为这次还是会填息完毕呢 只是时间到底是几天 我们要拭目以待 同时最主要还是因为呢 现在是圣诞节嘛 那外资呢 有一些提前休假的状况 所以呢我想呢 外资在那边卖 如果卖不下来的话 台积电的后市依旧看好 好那接下来讲到 是面板股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呢 12月份的面板的报价 还是持续在上涨哦 大家可以看到55寸的大电视呢 是上涨了2.4% 跟其他的监视器 还有Notebook的面板的报价 比较起来是涨最多的 其实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呢 我们之前节目里头 有帮大家分析过 韩国的厂商退出来 这个电视面板这一块的生产 他们转到比较高阶的 汽车面板去生产 所以呢确实给台湾的厂商 比较好的竞争的机会 所以呢其实大家就觉得说 本来呢预估明年第一季上涨的态势 应该可以获得一些舒缓 不过呢结论是呢 我认为明年第一季还是会涨 但是涨的没有像过去这半年 这么夸张尤其是55寸的大电视的面板 半年居然涨了六成之多 当然我个人也贡献了一台 不过呢话题拉回来 他比较关心的是到底先阶段 友达跟群创我还可不可以买呀 如果我要买的话 到底要选哪一档呢 那其实呢友达跟群创都一样 外资买的并不多 外资呢有时候买有时卖 也就是呢买卖互件 反而是呢口信一路买 把股价一路往上拉 好那我先给大家结论 我认为呢面板股接下来 还是有在继续小涨的空间跟机会 但是还要再复制过去是大涨3到5成 5成其实并不太容易 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可以发现呢 友达呢过去这十几年 他的股价这净值比 大概是5点0.5倍到0.7倍 甚至到0.8倍这样的一个区间 目前是已经来到了 0.8倍的股价净值比 那法人的看法是呢评估下来大概是 股价净值比是0.9倍是比较合理 甚至呢是有机会来挑战一倍 那以群创来说的话呢 因为呢他的过去的股价净值比 大概是落在0.3到0.5之间 目前是来到0.58 那一般呢以法人的评估 大概是股价净值比 大家会给到0.7到0.8倍 换句话说其实呢你不管是买友达 或者是买群创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落差 唯一的落差是群创比 友达的股价稍微便宜 一点点大概是1块钱附近 所以呢未来的涨幅的空间 我也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大家就看各自的资金的需求 好再来我们看的是呢 海运类股 海运类股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多月之前 我们也在节目里 帮大家分析过 阳明海域的老板说 我们要迎接10年来最大的荣景 也就是他们真的委屈了10年 好不容易呢 今年的景气是整个大翻转 其实有几个原因 造就这一波的海运的荣景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3月份 发生疫情的时候 各个海运公司分分减仓 那就没有想到呢 大家的需求慢慢回来 那海运公司也很聪明 既然需求上来 可是呢 我的仓位没有同等幅的增加 所以就会让供需非常非常的吃紧 好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迹象 就是呢 零售商在积极的补库存 也就是呢 过去呢 很多的零售商觉得说 大家买气面那么好啊 疫情是持续的延烧 可是呢 现在欧洲还有美国都在打疫苗了 所以呢 我想全球的经济会步上轨道 所以呢 零售商呢 现在就在积极补货 那么呢 刚也特别提到 过去呢 海运的价格大概是半个月 一个月会来报价 结果没有想到呢 现在因为真的是 这个需求非常的吃紧 居然已经是呢 一个月来调整价格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今年以来的价格 是涨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以40尺柜来说好了 以美西跟美东的报价 今年年初也不过是 1000多2000多 到现在居然已经涨到 4000左右 所以呢 涨幅是一到两倍 再以20尺柜来说好了 也就是欧洲线跟这个地中海线来说 年初的时候呢 是800到900美金 可是呢 现在呢 是已经涨到了3000 甚至南美东市涨到了5000 所以呢 它的一个涨幅呢 是高达了3到4倍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预估明年的第一季涨幅的态势呢 是不会获得舒缓 因为呢 这三大的海运公司的集团 它现在已经有了价格的制定权 好不容易迎接了景气的容景 怎么会那么轻易的让这个景气 有一些反转的状况呢 好那指标股当然是阳明海运 阳明海运大家会说 这个股价已经涨这么多了 要怎么追呢 确实它从今年的低点 5块一路涨到15块 是一路不回头 这种股价坦白说 真的是蛮难去做追价的动作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呢今年以来 不管是美股或者是台股 只有一个重点 强者很强 针对强势股 你越敢追 你越容易赚到钱 只是呢 有时候不容易爆足 因为呢 叮叮叮叮 涨得太快 涨得太凶 那不过我想 每个人的操作策略不一样 话拉回来 我们看到呢 过去这十几年 阳明海运确实呢 好一点呢 是赚0.1 那差一点的话呢 大概会亏损亏 好多钱大概会到6块钱之多 那今年呢 以法人的评估 今年的EPS 大概会落在2.5块钱之间 大家就会觉得说 2.5块阳明海运 以15块钱的股价来说 到底算是贵还是便宜呢 给大家也做了一个评估的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的历史经验上面 阳明海运有一年 它的EPS也是来到了2.6块 它的股价的位置 大概在哪里呢 它好一点的时候呢 股价是在31块 那么最低是17块 平均是落在23块 换句话说 现在15 16块 离20块其实还有一点想象的空间 所以为什么法人在这边针对海运股是持续买 买不停 包括阳明海还有长龙海 大家都有类似的题材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的是 哇这个钢铁股真的是全面喷出 钢铁股的喷出跟铁矿砂的报价一直是在往上涨 是息息相关的 那铁矿砂呢三个月涨了三成半年涨了六成 那事实上它从三月份的低点到现在已经是大涨一倍了 那如果对铁矿砂不是很了解的话 简单来帮大家做个介绍 铁矿砂呢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原物量 那通常当铁矿砂大涨的时候 就表示全球解析是回春了 而澳洲呢又是生产铁矿砂最重要的国家 那这一波为什么会大涨呢 那第一个刚刚提到是因为全球解析回春 那第二个呢 使用铁矿砂需求最主要的国家叫做中国 那中国大陆呢现在拼内需 然后拼基础建设 那也希望大家多用一点这个家电 然后多用一些工业的产品 所以造成呢这一波的铁矿砂的价格是几乎哦 每个礼拜每个月都在上涨的情况 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 即使呢现在中国跟澳洲的关系不是很好 和中国不保啊还是必须买这些铁矿砂哦 那么呢以这个铁矿砂的报价上涨的话呢 钢铁股的表现就会非常非常的强劲 指标股当然是中钢啦 那这几天我看到很多网友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 中钢会不会重返荣耀呢什么意思意思是说 在08年发生金融海啸之前中钢的股价是40多块耶 有没有搞错啊以昨天收盘价24块钱来说确实大概是打了六折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我人生第一档股票在大二的时候我买进的就是中钢 当年的价格就是20几块现在还是20几块 所以我常说为什么 这种原物料的概念股你当纯股的话你会觉得 贪不财啦最多就是赚个买菜钱 可是呢如果当原物料的景气翻转确实是布入了 融景从股底慢慢攀扬的话 我想原物料的概念股确实是有一些赚钱的机会 那不过刚刚已经提到它已经低迷了10年 那我们现在要特别关心的是以今年前三季来说的话呢 它的这个EPS还是负到是负0.28 那按照目前法人的评估因为呢第四季的钢价是非常非常的旺 今年全年中钢大概是少赚大概是0.0级啦 大概EPS是正的那明年呢最好的情况是EPS拼一块钱 那大家就可以去想象我赚一块钱 可是我股价已经二十几块了 好像也没有特别便宜 不过呢以我的评估法人在这边如果继续买 特别是那支继续买继续拉的话 中钢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涨幅的空间 但是你要再期待它立刻回到40块钱的大关 我想真的是不太容易 另外要介绍一档跟中钢有点类似的一个概念股 叫做中红 事实上以中红的产品的结构来说的话 我认为整个铁矿商的价格大涨 反而呢最有利的社会股应该就是中红 这主要还是因为它产品结构的关系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中钢的股价还在二十几块钱 那可是中红的股价呢 已经回到两年前的高点 而且大家可以仔细听 我们来做一个比价的效应 今年前三季中红呢它也是亏损 它是亏0.17元 那预估呢今年大概也是可以 赚个0.03左右吧 明年大概是也是赚一块多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中红呢也是赚一块 但是它的股价是24 25块 中红赚一块多还比中红赚多一点点 可是它的股价呢大概是在14 15块之间 换句话说呢所以其实中红的股价呢是比中红呢 获利好一点点但是股价便宜一点点 所以呢这个时候谁有落后补涨的机会 我想大家心里头都有答案咯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红这两天股价表现的 比中红还要来的强势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边咯 总结一句话因为呢我想外资放下去了 所以呢大盘在这边要有比较大的涨幅 我想比较不容易 反而是这些低位阶涨价声音不断的通版股 我觉得会是内资追逐的对象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赚大钱 好 20 瓶